民进党大官做行政专机为候选人授旗 前一天才开记者会来因持续紧咬的是蔡总统搭行政专机绕军后跑辅选 例如8月30号和9月6号分别到澎湖和花莲市岛部队后 就在地辅选民进党县长参选人们 这样一半公务一半党务由钱占比又无算清楚 虽然总府发言人8日澄清 专机使用历任政府都有相关规定 蔡政府对于专机运用都会比照骂千总统办理 追问到底数字为何军方没回答 国民党立委陈以兴觉得无法接受 最近脸书发文指出马英九两年内空军一号的加油钱 就付了674万元 要求民进党比照公布 而骂千总统以前这笔账是这么拆的 同影片中引述的新闻就是马英九2009年到金门 早上出席纪念活动 下午顺道参加国民党金门县长参选人总部成立大会行程 对于目前的争议空军司令部说 凡非公务行程均定有付费标准 从马前总统到蔡总统都依标准办理 更证实以近期而言 已在8月30号收到民进党支付的款项 但同样没说明多少钱 简单来讲 该付多少钱就有付多少钱 这已经是冷饭热炒 我们不想要再跟着国民党这个议题在起舞 只能说行政专机费用分摊问题 无论谁执政碰上选举都成朝野攻防 TVBS新闻罗师朋友留听听才报道